2008年5月30号 再次蓝大 Hi,我是Brad Fallon 微软最近希望能在网络广告领域里面抢占更多的份额 他们刚刚成立了微软广告 准备成就一番作为 而Redmond新营交播的执行不同于Google的AdWords 因为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服务 而是由很多个之前购买过的服务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整合部门 比如Atlas和Google 尽管竞争很激烈 这个软件巨人依然保持着能够与搜索大王竞争的信心 我们Freeline在此祝微软好运 因为打广告时有选择总是一件好事 你是否曾经想过如果能把社交网络Facebook和BT下载结合起来 会是一件很酷的事呢 多亏了Marrant这个想法终于已经实现了 Marrant与Uterent紧密合作 终于实现了在Facebook上检测BT下载情况的新功能 当你不在下载BT的电脑旁边时 这个工具会变得非常实用 不过别忘了不该下的别下 有时候编辑Wikipedia是很抓狂的 谁有时间去学习那些Wiki代码呢 如果你同意并且有我们最喜欢的软件OpenOffice的话 那么你就走运了 SignWiki Publisher是一个OpenOffice的插件 它允许用户们就像使用文字编辑器一样 使用MediaWiki系统 而你需要做的就只是打字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很简单 无论是Wikipedia或是我们自己的FreelineWiki 也就是FreelineReport.com写杠Wiki 而且我觉得它比什么Wikipedia实在是强得太多了 当然只有我才这么讲 想象一下世界上最大的U盘的样子 它从来都不会被装满 并且对所有人都有无数的空间 另外何时何地都可以使用 不用再歪歪了 这种东西是存在的 也就是我们的TrueShare 这个TrueShare网络文件系统 是一个个人文件存储系统 它允许你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存储任何类型的文件 很多使用过TrueShare的用户 都夸奖它的可用性 便利性 和它综合其他著名工具的抄奖能力 虽然这个服务并不是完全免费 不过如果你经常需要在各种地方 读取各种文件的话 它还是值得的 最后 如果你曾经想过开发MySpace的商务功能 却不知手措的话 MySpace商务管理器也许能帮得上忙 MySpace的商务管理器 是建立在微软的Excel之上的 所以它能把MySpace 变成一个商务人士所喜欢的场所 这就是本期的内容了 在下一周 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 Web2.0新闻 我是Brad Fallon 下期见